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带开发的处女地 来岛上旅游的大多都是美国人和日本人 曾经的密联邦是受美国托管的 如今的她依旧离不开美国的墙堡 因为这里除了海鲜丰富 其他各方面的生活用品都不能自给自足 经常需要美国的补给 就连军队也是来自于美国 密联邦身处太平洋 四面环海 远远望去 海天一色 海景格外辽拨人 由于这些国家不为人知 所以当地的海洋没有任何污染 在岸上就可以看到海底深处的模样 形态各异的鱼儿们 在海底自由自在地穿梭 珊瑚更是不停地向人们招手 这里的海水似乎比马尔代夫的还要纯净 景色也丝毫不逊色 但遗憾的是 它美得悄无声息 对于很多中国游客来说 密联邦是一个特别值得大家去旅游的国家 因为这个国家对中国免迁 所以中国人去这里旅游是非常便利的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里有没有对这个国度心动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